他是最先的有广州的奶业协会的理事长叫王丁绵 他发现的 他说这个标准呢 简直是世界最低的标准 这是中国奶业的七十八五 那么接下来呢 上海光明乳业的郭董事长呢 也发表了自己观点 说这个标准呢定的实在太低 而且对着牛奶里头啊 抗生素什么的根本都没规定 说你要按这个标准来讲 如果生牛奶是这个标准 你用垃圾制造出来的只能是垃圾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多牛奶产品 你按这个标准那就是垃圾 还不如喝白开水呢 甚至可能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 那么与这种观点针锋相对的呢 是北方的内蒙古奶业协会秘书长 叫纳达木德 他提出来啊 这个标准是完全根据中国国情来的 如果你把这个标准提高了 那么养奶牛的散户 他们就可能杀老牛 倒牛奶 就是他的奶农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就是这个标准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同时他也提出来 有牛奶喝呀 比这个牛奶的标准更重要 牛奶作为一种最普通的消费品 它的安全 关系到大众最为重要的健康圈 在这场标准的争论中 牛奶行业的专业人士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而关于升入标准下调 网友们也有自己的观点 小黑说 标准降低后 整个行业的产品会不会集体陷入低水平的困境 这样又怎么能谈到行业的转型升级呢 语中的精灵说 牛奶标准究竟该定多高 从我们消费者来说 当然是越高越好 毕竟我们追求的首先是安全 那么他们这么争论呢 我们说这是牛奶行业的专家 他们有的提携术语啊 咱们老百姓不懂 可是你听这个争论里边啊 却令我们每个人感到有点心惊肉跳 为什么呢 因为一提到这个牛奶 咱们很自然就想到了三路 想到了三句青鞍 就说实在的 我们每一个国产奶制品的消费者 在三路青鞍这事发生之后啊 每个人都成了惊弓之鸟了 就一听到牛奶质量 咱都有点多算 这次关于乳液标准的讨论 主要体现在细菌总数和蛋白质含量两项指标 旧国标是每毫升细菌总数不超过50万个 蛋白质含量最低每百克含2.95克 而新国标将每毫升细菌限量总数 提高到200万个蛋白质最低含量下调至2.8克 这次这个标准一讨论 大家感觉怎么生牛奶的标准一下就降低了 如何难免听给我们心惊肉条 反而更增加了对国产品牌的这种不信任 那么他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不说像那些专家用些术语绕的大伙 咱简单的说就这次这个牛奶的标准引起争议在什么呢 比方说原来的标准规定啊 100克牛奶里必须要含有至少2.95克的蛋白质 这回把它调低了调到含有2.8克就算大标了 原来每毫升牛奶里呢 含有的细菌的数量呢 不能低于就不能高于50万个 现在调高了调成不能高于200万个了 一下子涨了四倍 你怎么怎么咱们一听细菌呢 难免就有点心情肉跳 一听蛋白质降低了 咱又觉得这完鸣不腐蚀了 牛奶里本来就应该有蛋白质的吗 所以这两个标准一升一降 它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生牛奶的标准普遍下降了 本来咱们现在就担心 这国产奶制品呢 这个标准不达标 那个不够的 这回居然在国家标准里 它都下降了 你说咱能不担心吗 细菌含量无疑是消费者最关心的 牛奶里每毫升细菌总数多达200万个 是很多人感慨并恐慌的原因 可是一般人没有注意到 所谓每毫升细菌总数多达200万个 指的是奶农卖给奶厂加东用的生乳 并不是提分给消费者喝的牛奶 消费者喝的牛奶 是已经经过消毒灭菌的 细菌数量已大为减少 甚至基本没有 当然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 起码有一点大家认同的 这个内蒙古奶协会秘书长 这纳达木德说 是得照顾奶农的利益如何如何 我认为这个根本不能成为理由 没有听说过 说说我们为了照顾 比方说我们为了照顾这个菜农的利益 他菜农里大量加农药 咱就允许 我们为了照顾 比方说这个养猪的人利益 他往里加受精 我们也干 那他不能把他饿死 就说通过低标准 甚至恶劣的产品质量 这个并不能获取市场通行 可是我感到奇怪的是呢 维护他这种观点的很多专家 站出来用大量的科学数据 反正你一看 都是迷惑 又这个数字 又那么数据的 而且有的人已经完全罔顾常识了 有的专家说什么呢 我不要在乎这个 那牛奶那是一样的 怎么样 2.95克 跟2.8克蛋白质差多少 差0.15克 你都可以忽略不计 蛋白质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营养素 每天1000克体重 大约需要补充0.8克优质蛋白质 也就是说 一个60千克体重的人 一天需要的优质蛋白质 为48克 你比方说你随便吃个什么豆制品 那个豆制品可能一天 就给你补充5.6克蛋白质的 你还在乎是0.15克吗 我认为这话是纯属胡说八道 为什么 如果按你那个标准的话 这降0.15克可以忽略不计 那豆制品里头我再降几颗 也可以忽略不计 咱们从哪摄取蛋白质去 你不能因为别的方面能摄取了 充分蛋白质 就把牛奶蛋白质随便下降 所以我说这样的专家 根本没有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 从国内产业来看 行业生产水平总体降低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提高行业标准 一方面扩大奶农将可能破产 另一方面乳品终端产品价格会上升 但这是不是国内乳品业自降身价来制定行业标准的理由呢 那么奶业协会的人呢 他提出的有一点道理 就是说 比方说你现在这个标准呢 一下子给它提高了的话 比方说中国北方 北方散户 他生产这个生牛奶 往往由于啊 生产的环境呢 不够标准 不够卫生 条件差 不如南方的这个奶源 那么好 如果你现在有点标准提高呢 可能北方有很多散户呢 确实继续不下去了 这个呢是个事实 但是最大的利益受害者是谁呢 根本不是这些散户 一家一户 他转个型干什么 传情好掉头 是哪些人 是奶制品企业 像猛牛伊利这样的企业 他们受害是最大的 为什么 现在猛牛跟伊利呢 在北方从散户手里收这个生牛奶的成本非常低 假如说要是提高标准的话 那么散户达不到这标准怎么办呢 猛牛伊利要想继续生产 那只有一条道 基础化养牛 他们现在也在搞基础化养牛 就自从三路那事出了以后 他们也知道奶源上得把好关 可是基础化养牛呢 你得有地 你还得大规模投入 这个道理就像双汇 是不是这个生猪 最后说一看 受精事出来了 咱干脆吧 自个儿养猪吧 跟那道理一样 基础化养牛呢 需要企业付出很高的成本 那么这个成本眼下来看呢 恐怕猛牛和伊利两家 不大愿意付出这么高的成本来 所以其实提高奶业标准 最大的受害者是什么呢 是奶制品企业 他要多加投入了 而降低这个标准 最大的受益者是像猛牛和伊利 这样的大户 他们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呢 把生牛奶就收进来 对他们的利润呢 应该说有很大的好处 透过此次实现 南北方乳液的利益之争 也再次浮出水面 而猛牛和伊利 在这场牛奶标准的风波中 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网友K认为 我国养牛奶的大部分都是散户 我们全去买羊奶粉了 伊利猛牛又怎么会加大投资呢 理想的余说 如果中国乳品行业标准 被个别大企业绑架 生产者居然兼职立法者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行业标准与企业利益相勾兑 如此出来的国标没有问题才怪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事仔细的看一下 我们发现这里边有利益之争 什么利益之争呢 我们也不要以为光明如月的郭董事长 和那个王丁绵理事长 就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 替老百姓说话的 我个人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这个行业里边啊 每一次打破常规的 揭开黑幕的 揭开潜规则的这个人 他放炮 他一定有他的理由 我们不排除呢 他本着为中国奶业负责任 可是这里头有更深刻的利益冲突 什么利益冲突呢 我们说 你看光明如月 和广州奶业协会的理事长 他们所代言的 按我们正常推理是什么呢 那就是中国南方的乳业集团 而这个内蒙古奶业协会秘书长 纳达木德 他代言的是什么呢 内蒙我们知道 霍浩特就两家大企业 伊利和蒙流 蒙流的刘根生 也是原先从伊利除了 他们代表的是北方的 这种奶业集团利益 那么这个标准来看 毫无疑问我刚才说了 南方的这个生牛奶的生产状况 要比北方的生牛奶生产状况 各个方面要好 要规范 那么这个标准之下呢 如果你按照 2.8 200万细菌 按这个标准呢 北方的合格了 如果你把它提高 就是达到或者接近国际标准的程度 那么北方的生牛奶大多数是不合格的 这个不合格就会极大程度的影响 蒙灵会伊利两家的产量 而且同时这两家为了提高自己的这种标准 达标还要继续加大投入 这个势必会对蒙灵会伊利两个中国乳业巨头的生产有影响 那么他们有影响 根据市场的联合博弈原则呢 什么人获利了呢 他的竞争对手 那么南方的乳业生产企业 他在标准上更加接近更高的标准 那么好 打压了你这边标准提高了 他们就会获得相应的好处 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 那一边就是站在老百姓立场说话 一个国家的奶业振兴 不能靠降低标准来扶持 只有高标准才能提升竞争力 生乳安全国标是奶品安全最重要的第一道安全门槛 如果国内的乳品生产都以低标准来要求 生乳的质量降低 有可能会导致乳品加工过程中产生新的漏洞 并且成为低标准的质量